我們今天要請莊顧問來幫大家一起來分析 因為莊顧問今天對台積電講出了一個數字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為之神往 我們事情有講過希望千里之外 他是千里之外再之外 看到了目標價2000 供應鏈有10倍的價值 我也知道 莊顧問 好到不行這麼好 我之前在節目有講過 當他EPS超過40的時候 我覺得就有機會來到1000 為什麼呢 他剛剛莊總沒有提到 他今年魏哲嘉董事長已經提到 就是他的營收要成長多少 21到 21% 21% 我們理想估的話就25% 21到26% 各位你乘以這個EPS 去年是32.34 對不對 你乘上的話 乘上這個25% 剛好就是破40 所以今年就 就有機會 來到800了 甚至要往1000去跑了 哇 這是很可怕的一個 很值得驚喜一個事情 那台積電真的是我們神山 每天賺金多少 26.37億 也就是他去年總共賺多少 9791億 我這個數字背 我沒辦法那麼會賺錢 但是我背得很清楚 這是很令人驚喜的事情 緊跟著 他不僅是神山 他會帶動一堆的什麼 對 帶動這個神木群 神山群 這供應鏈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資本支付 剛剛講說這些 這相對的方向 哇 你說2024的大擴廠 剛剛我們總總編也提到了 真的是很不得了 就是他除了熊本一廠之外 二廠 現在連大阪都要傳規劃要什麼 三廠 三奈米 那除了這之外 他在哪裡 橫濱 大阪都要設什麼 技術中心跟研發中心 所以 2月24日就要舉行開幕式了 也就是他現在所有海外擴廠裡面 最快就是誰 熊本 那除了這之外 他還要給他蓋第三廠 那日本政府還加碼 可以補貼九千億日元 即將開工的那個熊本 二廠 那這個就是不用擔心的 你看這一堆都是他在擴廠的 也在建廠的 這個是2024就是他大擴廠年 是非常 非常值得我們去讚許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在地供應鏈 你說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商機 是 所以我們除了跟著台積電走之外 其實有更大的 那個 我們的供應鏈有沒有 你說有十倍的商機這麼大 非常大 你看喔 從採購比例的話 2019年大概只有九家 對 他預計到203年要到多少 38家 那原物料在地供應的比例 要從44% 要到五成 零配件也要到多少 六成八 各位這個就是他 很明顯的 他要去培養在地的什麼 他的供應鏈 這也就是台積電為什麼他可以稱為神山 他除了他的技術厲害 我們的人才厲害之外 最主要就是他培養在地的供應鏈 在地供應鏈 在地供應鏈 首先就是什麼 COVAS 剛剛也有提到 他法說講了 有多少他就賣多少 你們盡量下單 我也不夠賣 也就是他現在COVAS的製程 是蠻窄的 即使他現在翻到double 我去年上節目也有提過 翻到double還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首先他用在哪裡 COVAS 第二個用在哪裡 建廠的公物 設備還有材料供應商 那第三個 特殊的什麼 化學跟氣體 這個又帶出來了 我們有提到 後面我會提到 有一家很特別的廠商 全台灣只有他在做 就是這個什麼 信印材 他就是做什麼 黃光製程 還有他什麼 高雄又蓋了廠 要做什麼 做那個氣體供應 這個就是他在培養在地供應商 那令我非常驚喜 就是剛剛莊總編提到的 竟然過去人家提出來 他的年負的成長率只有15% 今年竟然可以到達多少 25% 這是非常不得了的 那相對的 我跟各位報告 他的供應商 他的年負成長率 就又要提高了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 人家現在估出來 這報告估出來 現在他的市值大概4500億 到了2030年 他可以成長到多少 1.60兆美金 各位 這代表什麼意思 當你資本而不增價的時候 那你股價要乘以多少 你要乘以3 乘以4 也就是台積電現在多少 500多600 當你乘以3乘以4的時候 應該就會來到多少 一兩千塊了 所以這絕對不是夢 那更好的是什麼 進展的供應鏈 它的市值可以增加多少 10倍 所以未來我們要從這裡面去挖什麼 挖寶 不斷的挖 不斷的挖 就像類似我剛剛講到新運產 這個就是一個寶 我們從半導體關鍵製程來看 這個成本結構來看 最大的商機會是在哪裡 我們的半導體製程 為什麼台積電的毛利會在50到55% 也就是你看矽晶圓 矽晶圓就35%了 30到35% 光照的話10到15% 化學器材特殊氣體 這些5到18 所以你100%扣掉之後 也就他的毛利大概就在55上下 所以他把這些扣上了 他未來毛利就越來越高 那特殊氣體有從高到低 有分成什麼 合成 還有什麼 純化 混氣跟轉充鐵 還有一個微量分析 特殊部件的組裝 那越前段的毛利就越高 所以目前台積電所有的化學藥材 藥劑還有特殊氣體 都是國外供應商 那特殊的 像這個普萊克斯 林德 太陽熱栓 光阻鏡 信樂 JS 杜邦 所有這些都是什麼 國外提供的 所以 當台灣可以做的時候 那這家公司就是一個標的 非常重要 就類似像新印材一樣 那這個半導體的製程 就是什麼 爐管鍍膜 曝瓜 鹹飲 石科 退火 大概這四個主要製程 都需要用到 這些藥劑 需要用到這些氣體 OK 這個聽起來 哇塞 這個很專業 繼續講 這邊還有什麼CVD的製程 這也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整個製程 就是什麼 爐管 鍍膜 所以你當你附著這些 二氧化系 氮化系的時候 你就到時候 你要需要什麼 N2 F2 這個氣體去把它清掉 那曝光鹹飲 當你在這個鍍上 這個矽晶圓的時候 有一層光阻劑 這個準分子 之前就是什麼 DUV 那現在更深的是什麼 GUV 就是EUV DUV 對 把這個光照 把它印上去之後 最後 鹹飲劑不要了 就用光阻 去把它去除 那這個就是曝光鹹飲製程 那接下來就10顆 那一樣 這些都需要什麼 這些氣體 這些要去把這些 多餘的什麼 二氧化氮 二氧化系 氮化系這些薄膜 去把它去除 這些都需要什麼 OK 氣體 好 這一段大家聽了 覺得很厲害 很專業 但聽不懂沒關係 這正常的 我們直接來看看 供應鏈這一些 表現很好的名單 大家在等看名單 有座上面那些東西的名單 那也太多了吧 大家 這個不是只有神山而已 是有什麼群山 對啊 我們總編剛剛也提到了 真的 台積電首先就是定海神針 接下來這些就是 你可以不斷的挖堡 不斷挖堡 我今天的責任就是把這些堡挖出來 OK 我們後面繼續挖 先來看 這麼多都是相關的 是 OK 那我們一定要精選一下 那首先 剛剛有提到 今年的重點就是什麼 COVAX 從去年就開始 今年就是COVAX的製程 紅塑 所以你看紅塑 星雲 星雲 長半天 尤其是紅塑 當然 這個都是私製程的 就是這些清洗機 這些單晶圓旋轉機 那除了這之外 還有誰 像那個泰森 做plasma 這個也是 未來也可以去注意的 最主要 我要提到的是什麼 星雲彩這家公司 它就是得到2022年 台積業的卓越供應商獎 那現在除了做這個 黃光製程的這個藥劑之外 它還有什麼 高雄的蓋廠 要怎樣支援它的氣體 那除了這之外 二奈米的 剛剛也提到了 它就不斷的要進入裝機的高峰 未來像誰 光照好的誰 加登 還有什麼 系統車 那個代工廠是誰 帆軒 那這些都是未來 從業跟華麗本來就是老牌了 這些都很賺錢的公司 各位都可以去挖掘 那其中還有誰 中砂的 他在3奈米就已經占了7成了 就是他這個鑽石碟 到了2奈米 至少是9成以上 沒有對手了 那再來就是先進製程 這些風車產的 像誰 漢坦 帆軒 這些全部都是 加登 益德士 宏康 泛權 帆不足記載 太多太多了 那把財的話 也是光陽科 我覺得這些 都是我們未來的 選股的重點 OK 重點還是很多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從營收跟獲利 覺得未來 股價有機會翻倍的 我們首先看到漢坦 他就是做無程式設備 做這些工程的 他去年賺了688億 EPS有27到28 所以你看他現在股價才多少 200多塊 你的本益比才多少 10 真的貴嗎 不貴 各位都可以值得去期待了 那加登也是 加登因為他做EUV的MASK盒 他真的是技術比較高 所以你看他即使只有多少 10塊去年賺10塊 人家給他的股價 也是高達快400 當然現在掉價在整理 那義德士這也是 義德士 台灣有很多類似 這樣隱形冠軍 他營業額只有多少 4.4億而已 他也賺了多少 將近快5塊 所以那個 在興豐也有一家公司 未來很多都是要上市上櫃 像誰 像旭福 這都很賺錢的 光陽科也是 這是做3奈米的靶財 未來2奈米的靶財也是他的 OK 相對價位比較低 對 再來就是 在實驗室設備 就是換權 他今年 去年賺了將近快6塊 今年 他的擴產要再增3成 所以你跟著台積電 他還是跟著漲 再來就是新印材 漲這麼多 各位 雖然他EPS只有5到5 5.5塊 沒有競爭對手 一旦他全部侵入 不能講侵入 全部占有的時候 我想 未來股價可能是四位數 這麼看好 是 這是很不得了的 因為前端的製成是沒有人可以供應的 再來就是施製成的紅色跟星雲 你看他已經賺了去年賺了20幾塊 今年你還要成長 COVAX製成還要成長 你說他EPS會不會更高 可能高過25塊以上 包含這個星雲也是 幫各位把它挖掘出來 那之前旺信 你剛剛我上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 170、180 曾經何時找到快270了 去年他已經賺了15、6塊 今年他跟著成長 雍資也是 去年賺了14、15塊 最高已經來到330 現在下來在這邊整理 那雅翔 那更特殊了 賺了到12.5到14塊 今年還要成長 不斷在蓋廠 所以這個 你現在股價才多少 166 真的是都不高的 各位可以去參考 最後就是中砂 今年他也是 在2奈米3奈米 未來他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都非常看好的 OK 好 謝謝莊顧文 股市沙沙沙 大家看到這個介紹是不是覺得 哇塞 這趕快去算一下 銀行錢還有多少 對台灣有信心 很多可以買的標的 大家有出現振奮的力量